Hello 大家,今天会有一个爱马仕的上新 看到这个橙色的盒子了 那上新之前呢,这边之前一直放了差不多两个月 一个马鞍皮的波金三菱,我个人也是特别喜欢的 马鞍皮只要有,只要市场有,只要价格合适我都会收过来 那其实在我这边排队 想要去找这个马鞍皮的包包的朋友们也是非常非常多 今天的上新,切入正题了,切得很生硬 那今天上新的这个包包呢,首先是一只凯利28的包包 那这个尺寸还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凯利28,博金25和30 那这些都是在整个爱马仕的序列里面是非常非常火爆的尺寸 首先这个是一个非常全的一套了 大家看到盒子,然后盒子里面的基本上所有应有的都有了 对,雨衣啊,各种大小防尘袋啊,然后凯利包应有的配件 那今天我们先研究一下什么东西啊 这个位置 那在这个标签上呢,其实有很多的信息 不光是方便客人,比如说这个包包放在箱子里面 然后我放在衣帽间的哪个位置 我只要看这个信息,我就知道这个里面的包包是什么 对不对 除了这个之外呢,也能方便工作人员 也就是爱马仕的工作人员来 来知道他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比如说凯利二代 这个应该是二代是什么意思呢 是双环的包包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凯利二代28 第二行看到是Epson皮 这边是左边部分啊 左边这个包包下面的部分 有一个颜色块是红色 右边写了Q5 那这个是他的色号 Q5红色 Q5这个色号在爱马仕的世界里面呢 他有一串这样的是法语还是英文啊 那这个我专门去查了 前面的这个单词呢应该是红色 但是后面这个单词呢 不是特别能够确定 在法语的意思里面被翻译成袍子 或者礼服这样的意思啊 我不太确定这个会不会是法语的 比如说礼服红色 类似于这样的颜色 或者华丽红 但是在国内我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 Q5经常被叫做国旗红 之前有朋友问我说 Q5就叫国旗红吗 那别的国家不是 不是红旗 那他们怎么叫 其实Q5还有别的名字叫做糖果红 那我们知道有糖果蓝 糖果粉 对 还有糖果红 Q5其实就是糖果红 接下来的这一串啊 这一串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有用的是什么呢啊 这个C011开头的这一串 后面是H CCQ5 CC是金扣 对Q5是它的色号 所以说最后的这四个字母 对于我们来说 字母数字组合 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用的 那同时呢 这个 这一串也会出现在 购买小票上 再往下呢 SPN 八位的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一方面 它有年份在里面 我们啊 经常能够看 第一个字母来认定它的年份 这个是A课的包包 所以是2017年的包包 那后面呢 呃 我们可以理解 输入这些编码之后 我们知道 这个包包应该长什么样子 啊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方位 只要输入系统就知道这个包包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那通过这个呢 我觉得它可以下面引申出很多其他的信息 在他们的系统内 呃 可以知道 比如说这个工匠是谁呢 像爱马仕之前会 呃 在这个包包上面 刻上工匠的logo啊 以便于在返场的时候 能够再找到这个工匠来为 他做一些维修 右边的这个CA 后面一串数字 这个就不太确定了 可能只有 呃 专柜的柜员们才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啊 同时扫描这个二维码之后呢 也会有其他 很多很多 这个相关的信息 包包相关的信息 呃 这个盒子还是相对比较完好的 但是呢 因为是在南方寄过来的啊 看得到这个 白色的部分都已经出现了发霉了啊 那个主人跟我说的是 我说赶快寄过来吧 哈尔滨即便是夏天啊 也至少不像南方那么那么那么潮湿 我以前也是特别讨厌像深圳那样的 梅雨季节天啊 衣服所有都要去 呃都要发霉去去干洗 有的时候也不允许的干净 好我们做开箱吧啊 所以今天内容其实第一部分是解读一下箱子上的这个信息啊 第二部分我们来看包包好吗 呃雨衣这个是二号 呃大家记得二号是凯利二八 然后呢这个是说明书 这一些大家可能家里有一套就够了 接着呢 看一下这个是大一点点的防尘袋啊 这个在两个小袋子里面算是比较大的 这个是装的肩带 然后这个是钥匙所 我们看一下红色的肩带 这个红色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工作室呢都是这个录制都是白色的灯光 所以从视频中大家可以看到啊应该是比较正的红色了 这个红色这个气味还好 所以皮革包包并没有受到这个美与季节 美与天气的这个影响 金色的锁和红色来搭配 那红色虽然不是金刚色之一 但是我觉得在金刚色之外呢 Q5的确是有它嗯可以说一席之地 好的我们继续拿出来包包之后呢 看得到其实里面除了箱子之外呢 还会有一些用雪莉纸做的这个包枕 对让这个包包在里面躺得更舒服一些 这是箱子里面的内容 打开之后 好的 看到红色Epsom皮的凯利尔8 然后呢CC金扣 这个包包真的是非常非常新 新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这个小钻饼上的这个金属膜都在啊 来了之后呢 我只是拍了一次照 然后呢给它做一个打开的过程 其他我真的不想再伤害这个贴膜了 把这样的机会留给喜欢它的朋友 然后让它自己去撕掉它的贴膜 包括这个肩带金属上的这个贴膜也都在 那它的贴膜非常完好 所以我们就不再挂挂钩给它试了啊 所以说在二手市场上其实是能够买到很多种橙色的包包的 像这个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包包了 对不对 虽然它只是买的出专柜的时间会比较早一些 但是像这样的颜色一直在出 其实早几年的话 对于啊 想拥有它的朋友们 其实是一个是一个简陋 对是一个呃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入手机会 这样的包包 喜欢的朋友们啊 或者手上还没有红色包包的朋友们 可以考虑这个这种红色啊 Q5这个红色 我觉得红色的世界里面 就像电光蓝在蓝色的世界里面一样 红色的世界里面有这个Q5就够了 好的 今天就是简简单单的介绍包包啊 可能更多的是在聊标签上的一些内容 我们明天见拜拜